大家好 今天講講我們習總 報紙習近平 這個習近平大家都知道 三中全會之後他失蹤了三個星期 但是最近自從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蘇林 訪問北京以來 他就不單單再重申 所以經常出現大量被媒體叫做報復性 報復性現身 我想這個報復性現身是其中一點 就是說它是要有一定的打擊因素 打擊什麼呢 打擊西方的媒體 就是說你們這些西方媒體是錯的 你們在這裡 我失蹤你們在這裡大做文章 說我什麼可能已經有政變 兵變 或者是我中風了 死了 什麼都有了 我現在報復性出現 就是說要間接說給全世界聽 這些報紙是不可信的 但是 所有人都知道 在中國大陸傳出來的所謂謠言 經常是遙遙領先的 遙遙領先的遙言 不是遙言 是真話來的 那這次我覺得它失蹤三個星期確是有原因的 我一直都是強調 我不是很相信太多什麼 什麼已經死了 有替身 有政變 有兵變 我不是很相信 但是我相信是什麼呢 我現在仍然是相信的 是兩個原因造成 最近北京經常出現 就是中南海經常出現一些怪異的現象 一個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 是中共的內鬥不斷不斷白熱化 目前仍然未到完全白熱化 但是它是走向那個方向走的 就是兩派的較量 這個補習派和反習派兩派的較量 是開始越來越接近地面 原本是在地下進行的 駕修不外全 我以前跟大家說過 我一直認為 目前這個反習派主要是紅二代和革命元老 部分的革命元老 好像溫家寶 宋平這些革命元老 是支持反習派的紅二代 但是這個紅二代 他們不是習近平的敵人 還未說得出來是敵人 而是對習近平不滿 習近平其實自己都是紅二代 自己都是紅二代 因為他爸爸習仲勳也是一個革命元老 所有共產黨講的革命元老的子弟就是紅二代 他的代表人就是劉源 劉源就是劉少奇的兒子 這些人是對習近平不滿 他還未說要殺了你習近平 而是其實他們大家可以說都是同道中人 大家知道中國的經濟基本上是控制在這個 大概五十個家族手上 當然五十個家族大多數是比較小的家族 但是很大的家族 大的家族包括劉少奇家族 鄧小平的家族 甚至溫家寶那些人 他們的皇親國戚 全部都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運 還有掌握了很多權的 非常厲害的 五十大家族 我剛才看過一篇研究的報告 調查過這五十個家族 是怎樣控制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命運 尤其是經濟 自從江振文搞那個悶聲法大賽就出現這個局面 五十家族操縱中國經濟 那些人最近是假強了對習近平的不滿 因為習近平他所做的事情 最近這幾年來甚至影響到這些紅二代的 切身利益 所以就受不了了 不過我還有一個例子 在香港那些所謂中資機構 他們的後台大老闆 很多都是紅二代 他覺得你習近平弄壞了 不行 他不是因為弄壞了香港而生意 他是你弄壞了我在香港的生意 我以前賺了很多錢 現在賺了少很多 現在甚至出現經濟危機 都是你搞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最近習近平在反撲這些紅二代對他的壓力 我估計了 紅二代正如我剛才說的 還未將習近平定性為敵人 用毛澤東那些話就說 他們要搞分清楚所謂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 他認為現在可能很多人認為紅二代 他們想起習近平的實力 仍然是認為一個很嚴重的內部矛盾問題 還未成為一個敵我矛盾的問題 如果敵我矛盾他們就會秘密去安排你的兵面 將習近平綁架甚至行刺 但是還未到這個階段 而是仍然是用共產黨的思維 是嚴重的內部矛盾 就是說他們眼中的習近平 仍然是我們共產黨一員 不過他的做法真的不好 搞到經濟這麼差 這麼多人失業 我們鄧小平搞的改革開放成果 被習近平搞瘋了 他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為什麼最近利用鄧小平120歲的誕辰 就出現了很多讚揚鄧小平的文章等等 這些共產黨因為他們是黑箱操作的 所以只可以在這些公開的事情上面 找到一些痕跡 他們後面的思維和活動和什麼 很可能就是這些反習派 但是他們是用鄧小平的威望來壓習近平的 但是習近平似乎是以功為首 他不會說你們說鄧小平那麼好 我說他不好他沒有這樣 他都說鄧小平好 這樣可以說他就和解了 避免這個所謂內部矛盾 發展成敵我矛盾 因為習近平雖然是獨立大權 但是他也知道如果紅二代 將他定性為敵我矛盾 很可能他打不過紅二代的 尤其是已經聯合起來的紅二代 最近還加上好像溫家寶那類的 所謂革命元老的支持 這樣就很麻煩 所以習近平可以說是以津為推 他都說他都去讚鄧小平 讓你沒有機會再批我 說我是反對鄧小平的 因為他知道在中國大陸的人眼中 以及共產黨的官員眼中 很多人仍然是覺得鄧小平很好的 因為鄧小平幫他們富起來了 但是我經常提醒大家 鄧小平當時要搞改革 將中國經濟搞活 是為了救共產黨條命 不是因為他要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絕對不是的 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一個副作用來的 你看 如果他真的這麼為人民 為什麼正如李克強說的 六億中國人每月收入不超過一千人民幣 大家想想 富在哪裡來 所以鄧小平是完全為了保共產黨的命 他將經濟搞好之後 他就補了共產黨的命 習近平上台之後都認為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錢了 我們不需要 即是我們共產黨的手上有很多錢 可以做很多軍火 可以做很多航空母艦 我們不需要再搞什麼改革開放 即是不重要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多錢 絕對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習近平上台是另外一個張三李四的一樣 因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 下一步是武統台灣 第一步就是解決香港問題 將香港的反共基地消滅 然後第二步就是武統台灣 第三步要稱霸全亞洲 最後那步就是稱霸歐亞大陸 最後就是稱霸全世界 這個是他們的長語的戰略 他們不會改的 絕對不會改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有這種斜網 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共產黨 讓上天去消滅共產黨 天滅中共 沒有共產黨之後才會有新中國的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